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文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夏天是芒果盛产的季节 台北市松山路等街道 分隔岛上的芒果树 因为盛产 常出现果实掉落的情况 不但会污染环境 甚至影响交通安全 还有民众冒险到分隔岛 建芒果 因此台北市政府公园处 每年五六月都会出动打果大队 台北市政府公园处人员 乘坐高空车 到好几层楼高的分隔岛树上 顶端作业 他们是打果大队 目标是芒果树上 结实累累的芒果 这也是台北市松山路 整条分隔岛上 种植了65株芒果树 每到夏天 随风飘移的芒果树 自动掉落 不但会砸到下方 行经的汽机车 还有民众冒险到分隔岛上检石 台北市政府公园处方面表示 早年政府曾推广种植可食性地井树种 其中芒果树就是最大宗 为了避免十几公尺高的芒果掉落 威胁人车安全 公民处每年五六月 在芒果落地前都会进行打果作业 今年因为气候异常 打果后的芒果树 很快又长出丰盛的果实 因此进行第二次打果工作 我们其实在每年的五到六月 就是会办理打果的事情 就是将这果实打出 那维护整个行人的安全 还有维护整个环境的一个干净性 那当然因为今年气候 比较适合芒果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打完果以后呢 又结了蛮多的果实 所以我们这次呢 再办理一次补打 那针对这个次的一个补打的过程 我们大概预计是7月3号起 到7月6号执行三天 针对这个松山路的部分 来做一个整条路的一个补打 说是打果 不过员工队工班人员 却是在密集的置业间 上上下下 用手将一颗颗芒果栽下来 非常辛苦 芒果很大量都不好采 然后而且掉下来 都会砸到人 所以我们要赶快把它收起来 初步估计 员工队工班每天采摘的芒果 重达上百斤 除了送到苗圃做堆肥 也会赠送给周边邻里民众 打下来的一个芒果来说 因为这芒果的甜度蛮高 所以我们其实会除了拿来做堆肥以外 那另外就是说周边的居民或里长 针对这个芒果树想要做一个食农教育 或者是说等于说环境教育的使用的教材的话 我们其实会主动提供给他 如果他跟我们索取的话 我们会提供给他们做一个环境教育的使用的教材 据了解全台北市列管的芒果树超过五百五十株 多种植在人行道 分割岛及公园 公园树方面除了定期执行打果作业 也呼吁民众不要自行打果 以免发生难以预料的公安危险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台美合作弃毒船捷报 有台美双重国籍的主贤 以挖空家具层板的方式 加长约1200公斤 市价将近18亿元的大麻装入货柜 透过海运弃毒走私台湾 警方追本溯源深入追查 将孙姓及高姓主贤积压境界 警方全副武装 破门二路逮捕犯贤 刑事局方面表示 这起跨国走私大麻案 发生在去年11月 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审查出口货物时 发现一批准备包关出口到台湾的货柜 以挖空家具层板方式 夹长约1200公斤大麻 因为数量庞大 台美双方共组专案小组追本溯源 分别逮捕负责在美国包装挖空夹长运输 有台美双重国籍的孙姓嫌犯 及在台买家有帮牌背景的高姓嫌犯等人 其中孙姓及高姓主贤都已进行羁押 那基隆港的时候我们在进行货柜监控 顺利的逮捕到三民的一个嫌犯 他们都是接货人 那因为我们要进行一个溯源 不会只抓到这个收获人就以此而自满 所以在今年的1月 由基隆地检署以及我们刑事警察局 会同我们驻美西的警察联络官 还有我们HSI台北办公室 到这个Long Beach 到这个洛杉矶的他们的常餐办公室 进行本案的一个交流 然后去锁定了这个在美国供货的主贤 是这个孙姓主贤他是一个台美双击的一个嫌犯 那所有这1200公斤的货 都是由他在美国去把他做一个加工制造 藏在这个城板 那我们这个顺利的在今年3月的时候 他过境台湾的时候在桃园中正机场 进行一个逮捕局提 把这个孙姓主贤顺利的局提倒案 并且申请羁押货阻 那也顺利的厘清整个的一个 货柜走私的一个流程 以及台湾的一个主贤 那在6月下旬的时候 我们逮捕到了这个高姓嫌犯 他是具有国内邦派被货阻 并且也向这个金融地方法院 申请羁押货阻 警方进一步说明 孙姓嫌犯如何将大麻夹长于家具成板 企图走势来台 盒子里面打开里面就是这个成板 那成板我们把它聚开里面呢 总共会有这个8片的一个大麻 那每片的这个大麻 这个袋子大概就是1.5公斤到1.7公斤左右 所以这整个整片的这个 这个成板里面就会夹着8袋这样的一个大麻 他在主权家里面有收出一个压磨机 他把大麻压成这样的一个片状之后 再用这个塑胶在密封 来阻决它的气味 然后再把它定度成板中 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大麻走势案 市价将近18亿元 且由国内邦派与在美华人合作 利用台美对大麻法令规范的落差 以低价在美国大举收购 高价来台贩售 警方将持续贯彻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2.0 遏止毒品危害国人健康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迈入第五届的本草派对活动 今年首度以本草拼场天台派对 夏日传宴三大主轴 在永乐广场黑美人大酒店就职 蓝天一后豪华游艇盛大展开 活动串联了13家街区传产与新创店家 行销大稻城产业特色 让更多人认识大稻城的魅力 中药南北货是大稻城传统特色产业 为了活络商圈发展并行速商圈特色 台北市商业处辅导台北迪化街商圈发展出境会 举办本草派对活动 今年首度以本草拼场天台派对 夏日传宴三大主轴 串联13家街区传产与新创店家 结合老屋策展与游艇火花 并与饭店及多家餐饮品牌合作 共同行销大稻城的产业特色 本草派对 其实它就是透过这个 我们很多的餐饮的设计 还有很多展示跟体验活动的创新 我觉得可以说是相当程度很成功的 把我们大稻城地区的汉药跟南北货的产业意向做了相当程度的翻转跟改变 透过传统跟创新的一个结合 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有更丰富的消费的体验跟文化的体验 那同时我想尤其我们年轻的这个族群 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认识到我们大稻城的这个产业特色 那过去两年我们是因为疫情关系停办 那今年很高兴看到又回归来举办 非常地令人期待 那特别是今年 跟我们市政府官传局的这个大稻城的夏日节 一起来串联结合 我说我相信今年会带来更多的人潮 那特别是刚刚也有听到市者的介绍 今年我们这个参与我们活动的这个阵容 我们的企业店家更加的这个精彩跟丰富 有这样的合作伙伴 你们一起来这个参与 我相信是一场这个结合产业文化科技跟观光的一个夏日盛宴 其实我们希望说 让我们的传统产业可以慢慢转型 让年轻朋友可以知道说 中药其实没有这么复杂 它可以进入到你的生活 进入到你平常的饮食 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你可以动手做 都可以做出简单美味的料理 那你在家里煮奶茶 在家里煮热红酒 煮各式各样的一些茶饮 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可以进补 这简单的方式 可以让他觉得说 让他更熟悉更年轻朋友 现在新一代知道说 中药行以及中药采集南北货 对我们的生活上 大大小小饮食上面 其实都有息息相关 迪化街商圈理事长徐庆祺表示 本草派对透过转化和药南北货意向 设计创新的餐饮及观展互动体验 除了翻转传产印象 也带动传产创新与文化永续 整个的活动带进我们的传统产业 包括中药南北货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我常在讲 整个我们的商圈 迪化商圈的话 新的产业我不怕 因为年轻人的 点子特别多 怕就怕就我们的传统产业 传统产业不要吓 每天老鸡都要走发这个年轻 都要六十个 都有很多 包括 行销啦 各种方面都比较没有办法 包括我们中药 真的 我常在讲 我们中药人 很高位很高免 都没有行销 所以我们这一次 有这个机会 我们的商圈刚好有包括 市政府给我们支援 给我们支援 给我们有这个机会 来把整个的 我们传统产业 来做一个行销 把它推上给 我们的民众知道 活动延续行销大道成 传统产业概念 透过视觉设计 空间策展 以及表演艺术 为本草派对 打造更具风格的样貌 因为我觉得迪化街 对我来讲 很像是一个 其实千年旅游 他还在这边活了很多年 然后把他拟人化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名模特儿的头上 他会有很多就是 林芝啊 就是蒜头啊 南北货啊 然后包含他可能 头上这些彩妆的部分 也全部都是用我们的一些 可能就是当归啊 或者是不同的东西去 组合而成这样子 所以就很像是 他把我们祖先 留给我们的智慧果实 在头上是作为一个 就是我们智慧结晶的象征 掉落凡间变成 一道一道的料理这样 所以在眼前这样 所以可能是他头上掉下来的 每一位跟在地的汗药店啊 然后我们的就是 罢餐的料理就是结合成为 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 本草派对的世界观这样子 2023本草派对三大主轴活动 邀您一起以时间入药 发现大道成的本草灵魂 为了要增进世代交流 台北市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举办祖孙化家常 世代搭桥梁的活动 结合迪化街在地的特色 捐印手作体验 除了制作独一无二的作品 更带入大道成文化眼镜 让彼此能够更了解 自己生长的环境历史 阿公阿嬷带着孙子女 一同体验捐印手作 将台湾特色美食 凤梨酥 珍珠奶茶等 可爱图案印在布袋上 再用吹风机吹干 就完成独一无二的作品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举办祖孙化家常 世代搭桥梁活动 鼓励祖孙共同参与 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女 一起完成作品 都觉得相当有趣 也很有成就感 因为想说因为暑假没有时间 可以做什么事情 就想说来体验这种游戏 好 没有玩过 我觉得这个活动蛮好的 跟那个祖孙一起玩这样很棒 很好 那你怎么会知道有这个活动 因为我那个我媳妇帮我那个报名的 就是学校最近有说 用一些行为来帮助那个家乡的那个 一些特产可以继续传承 然后这个活动很棒 那因为现在刚好适逢暑假 那我们希望办这个活动让主生同乐 那这个活动目的 我们是希望让两个不同的族群 可以互相的一个就是交流 那可以让就是长辈们 可以把自身的生活经验分享给孙子女 那孙子女也可以透过这个活动 知道如何跟长辈沟通 也知道跟长辈如何互动 那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让他们可以共同一起体验分享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内容 在总共有分两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是 我们之前有个诗字小剧场 那我们希望透过诗字证的一个宣导 让小朋友知道什么是诗字证 那也让长辈知道诗字证如何预防 那另外我们也有安排 我们大同区迪化街的一个 印花乐的一个活动 我们希望透过手作的捐印 让小朋友知道 大迪化街的一个演进 那另外也可以透过 这样子的一个手作活动 让祖孙们可以互相合作 然后透过作品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随着高龄社会来临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希望透过祖孙化家常 世代搭桥梁活动 互相学习了解 增进祖孙之间的情感 更鼓励长辈们多多参与活动 让长者越活越健康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道 暑假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时光 但对弱势家庭来说 却是烦恼的开始 家福基金会和餐饮业者 与悠游卡合作 帮助弱势孩子 暑假的餐食不中断 也提供安心的打工场所 更赠予餐券给家福孩子 民众也可以透过悠游卡 消费满额零钱捐的活动 来帮助弱势儿少健康成长 吃着炸鸡披萨 孩子们脸上写着满足两个字 尤其这餐是家福基金会 和餐饮业者悠游卡公司 合作提供的餐点 多加了一份关怀美味 长期关注若是孩子需求的 餐饮业者和悠游卡公司 透过家福响应无穷世代计划 帮助孩子数其餐食不中断 真正1339份餐券给家福孩子 很开心 那平常会吃到这个吗 平常不太会吃到 不常 吃起来还蛮香的 好吃 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 一日店长过 我想试试看这一次的一日店长 那今天是特别免费 吃起来觉得怎么样 吃起来觉得很美味 其实物价上涨 对家福若是家庭来讲 生计就是一个压力的加倍 那尤其是放暑假 孩子不去上学 营养午餐 没有得吃 那妈妈要工作 又有照顾的议题 这是蜡烛两头烧 那我们看到企业想到 家福在暑假 应该来好好吃段 不一样的午餐 蚕食 所以三商餐饮想到了 除了在这段时间 幼游卡公司 民众到持幼游卡 到三商餐饮来消费 会提拨 一份五块钱给家福之外 其实三商餐饮还捐了将近 一千五百份的餐饮 给家福的孩子 希望在暑假 可以来好好享用 他们提供的美食 那我相信营造孩子 愉快的经验 快乐的经验 今天就在这边 要享受三商餐饮 提供的炸鸡 披萨好吃 我想对他们来讲 也是个很难忘的经验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 让若是孩子 能够享受不一样的饮食 然后享受一个愉快的暑假 有很难得 很难忘的经验 家福日前针对 一千五百位小学五年级 到国中三年级辅助儿哨 调查饮食及营养资源状况 发现有百分之二十八的孩子 有时与总是饿肚子 从未感觉饿肚子的人 也只有不到三成 尤其面临暑假期间 家长们同时兼顾工作 与照顾压力 对弱势家族更是一大难关 除了餐饮业者送出餐券 提供孩子餐食 优优卡业者也发起民众消费满额 业者就捐五元给家福 帮助孩子温饱 餐饮业也持续的一直都在 投入这个社会公益的服务里面 那比如说我们已经几半了 两三百场的这个益主 就是到郁佑宴和等等的这个团体去 他们就要有需求的话 那我们就排定一个时间 当然去煮这个牛肉面给大家吃 这个已经有十几年来有两三百场了 那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最中断的比较多 那这一次真的很高兴 有这个这么优秀的团队跟我们一起 才有这个双爱心到家福的这个活动 那今天也请几位大朋友 来做来这个参加 一日店长的这个活动 那目的就是说 我们要帮助这些弱势的朋友 那脱离贫困的这个处境 那给现金当然是最快的 也最容易看得到的 但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也希望说给他移吃之外 我们也开出一个这个支援管道 让他们来拿着钓竿 自己来钓鱼 那让他们的生活更快的 可以脱离这个困境 那这一次我们山上餐营 就是有将近400家的店 一起投入这个悠悠卡 逼悠悠好实战 送外到家福的这个活动 那也希望说 大家到我们山上餐营来用餐的话 尽量使用悠悠卡 然后除了可以吃到美食之外 然后你还可以帮助家福的这些小朋友 真的要先感谢这个我们家福基金会 家福基金会跟我们优卡 真的是关系非常的深远 我们是我们长期合作的伙伴 那他们真的是 我们长期跟他们的合作 知道他们是非常的用心 在台湾每一个角落 在帮助许许多多的家庭跟孩子们 所以我们每一年我们都很开心 能够让有这个荣幸 能够让我们能够参与他们的活动 那再来我要谢谢三商集团 那这个因为这个有大家这个企业界的参与 那我想才能够当这个活动成功 那三商集团有非常多非常多 我们刚刚听到有400家的餐厅 那我想这个过去几年 疫情对很多餐饮业是有很大的影响 那这个三商集团还能够保持着这样子的一个对社会的服务奉献的心 在这个疫情之后还能够继续能够来投入 我想非常的感动 那大家都知道疫情现在趋缓了 那大家都出来 很多消费者都出来用餐啦 然后聚会啦 那我希望那个大家能够在这一段时间能够多多的 到这个三商集团的这个许许多多的门市餐饮去用餐 然后逼游游卡做爱心 那逼得越多我们就捐出越多的爱心 所以请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另外业者也提供安心打工场所 让孩子能照料自己生活 在过程中学习专业服务与团队合作 有助职业思维与规划 关怀弱势而少协助健康成长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台北市政府 市长与里长有约在大同区的部分 市长在向里长说明 有关加速斯文二期整宅公办都更 进度时指出 预计八月招标十月绝标 后续就会进入都更审议的程序 一进会场 市长蒋万安便与每一位里长热情握手打招呼 紧接着进行座谈 斯文里里长江雪清 提案加速斯文二期整宅公办都更进度 蒋万安表示预计八月招标十月绝标 后续就会进入都更审议程序 当去年十月办过听证会之后 当然相关程序似乎有些停滞 但是我们新事务团队上来 我非常重视台北市的都更 所以我也特别跟都更处来讲 就是后续我们订出相关的期程 所以目前预计八月我们来招标 然后十月绝标 那后续就会进入都更审议程序 我们希望持续的往前走 那如果可以加速 我们加速至少这个期程我们定出来 会紧盯相关的程序 然后用任何进度跟里长来回报 好不好 那我们这个案子就这样进行 那也请这个都更处这边 就这个案子相关期程 照着我们预计的规划来走 然后随时跟里长来回报 大友里里长许美智提案加速推动 捷运民生系纸线 蒋万表示相信这是大同区所有里长的心声 对他来说民生系纸线就是要赶快加速兴建 民生系纸线就是要赶快加速的兴建 这个决心也请里长们不用怀疑 我不会说民生系纸线是盲长线 但是这绝对对大同区未来整体的发展非常重要 但是也跟里长报告 捷运的新建绝对不是一处可及 我们目前正在积极的将首都的环状线 让它能够串起来 我们已经完成环状线第一阶段 也就是大部分在新北 然后捷运的南北环以及东环段 东环段未来就是能够解决内湖交通的问题 因为未来是希望能够连接基隆捷运 还有系东线就系纸到东湖 那未来希望能够换接民生系纸线 那现在这个系统跟台北市区段的系统不一样 但我们也克服 我们说为了加速 我们让新北市同一计划 权益方案来进行整体的规划 这样子会比较快 也让系统一致 所以目前正朝着目标 希望两年内我们综合规划能够完成 中央能够核定 我们就赶快加速进入下一个程序 另外蒋湾在会前接受媒体联访 有媒体询问 议员跟家长发现小朋友营养午餐 厂商登陆不时 是否有掌握到吗 蒋湾表示 教育局未来将会针对台北市各个学校 严格要求 一定要监督厂商核实登陆 及时更新资讯 避免外界疑虑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 放暑假了 台北哪里最好玩呢 获得百万人赐好评的 松山文创园区夜间市营运活动 今年再次登场 昨日起到9月3号 每周的5、6日推出10周 共有30个主题式的派对活动 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就邀请国人 暑假期间一起到松山文创园区 坐独鼓机逛文创商店与市集 欣赏展览及表演 感受台北市夜文化的魅力 松山文创园区2023夏日松一下 点亮中间 请抛球 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 台北市文化局长蔡思平等人 一起抛球完成启动仪式 在去年暑假首次推出或138万人赐好评的松山文创园区 夜间市营运活动 今年再度登场 7月起 每周五六日 在夜陵大道文创大街及巴洛克花园 推出10周共30个周末夜晚的主题式派对活动 超过500家文创品牌与文创店家参加 为其将在年底进驻的24小时成品书店 及临近同样将在年底开幕的台北大巨蛋等大松烟基地伙伴软身 这整个基地依着不同的单位跟服务加入之后 整个大基地的样子会越来越不一样 当然我觉得说它会成为台北生活里面另外一种选择 那我们今年的选择在巴洛克花园 因为在台北市里面难得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场域 那今年像台湾灯会在台北的圆展区 巴洛克花园就有个作品叫 与祖灵对话的路径 其实也得到我们美国的谬思奖 其实是个金奖 所以我们这次呢 也特别再把大家邀请回来到巴洛克花园 来办理这样一个主场域就在这里 那也希望说邀请所有台北市民朋友们 在每个五六日晚上呢 就到这边来听听音乐 喝喝酒 然后吃点东西 然后也可以跟约约会 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走逛松烟风格店家 在垃圾厨房工作坊 亲手制作再生产品 然后到叶林大道 文创大街的主题市集体验松烟夜生活 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强调 松山文创园区有表演市集及店家 户外空间还有自然的栩栩晚风 欢迎国内外民众一起来感受 台北新旧交融的文化魅力 不管是住台北或是在其他县市 这个暑假从这个礼拜开始到9月3号 每个周末的晚上 千万要记得一定要来哪里 来松烟 我们的夏日松一下 五六日我们有音乐 有市集 有表演 有晚风 所以欢迎你们一定要来这边 享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台北 到信义区 你会看到到东区 那是热闹的 然后这边你享受到 是一种古迹的优美 所以再结合这样一个新旧的一个活动 你会特别感受到这样的悠闲自在 所以要欢迎大家 这个暑假一定要记得周末的晚上 来到松烟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除了有各项音乐表演 作为主舞台 古典优雅的巴洛克花园 七月中旬还首次推出传统布袋戏码 台湾文化与欧式风格交互碰撞 绝对让人耳目一新 八月还有运动体验 及2023台北街头嘉年华活动 呈现各路街头艺术家的音乐特技 视觉及工艺等精彩演出 为松烟夏夜带来令人惊艳的火花 因为松烟可能不是一个特别 需要很热闹的地方 但是它确实是个需要很风格的一个选择 所以其实它有很多的像爵士 或者是有音乐的经典音乐歌曲的一个演出 然后街头艺人的表演 那今年很特别的还有一个看布袋戏 我想以前布袋戏想象都是在西区 我们这次把布袋戏 带到我们的新艺区里面来 我相信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节目的安排 那同时间在这整个大基地里面 它其实具备了设计 时尚跟运动 今年有两大主题是做的是比较风格 运动的一种体验 你也可以在这边做瑜伽 然后我记得还包含像 有Nike也有在这边活动 就是说希望创造各种的一种风格生活体验 邀请台北市民一起来参与 活动期间民众到松山文创园区消费 不限金额还可获得夏日松一下 魔镜呱呱乐点 有机会刮中最大奖台北长滩岛来回机票一张 9月底前包括松烟风格店家等园区业者 也推出多重优惠及豪礼 欢迎今年夏天一起来享受松山文创园区的 百昼与黑夜 夏日松一下 真魔万象 欢迎你来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诈骗案件层出不穷 根据内政部的统计 2022年的诈骗案件将近三万件 尤其暑假期间更是诈骗高峰期 警政署携手业者规划了防诈三大招 包括了积极宣导诈骗手段 协助阻诈与办理退货等服务 让诈骗无所遁形 民众上网购物到超商取货是常有的事情 但稍不留意很可能就会落入诈骗陷阱中 近期警政署洗手超商一起为民众守住荷包 将超商最常见的三大诈骗手法宣导给民众 祝他们提升诈骗防护力 我想反诈骗是全民的运动 也是政府部门跟师部门的一个共同合作 尤其全家在全国有4200多个营业点 那面非常广 而且消费群众将近1600多位 这么多的一个万 1600多万这么多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民众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反诈骗宣导的一个点 所以全家这次警政署跟全家合作 拍摄很多的影音短片 会放在全家的各个点的一个萤幕上面来播放 让消费者都可以看到 这反诈骗的一个宣导内容 让民众都知道各种诈骗的一个手法 那当然全家的从业人员 他们在进出这个消费者 在无论提款或者是购买网络游戏 或者是代办这个付款的时候 都可以尽一部分的力量 来多关心多关怀 可以来主杀 让这个受骗的民众 能及时他的款项 能及时把他挡下来 很荣幸跟警政署一起来合作 来前营反诈骗 我们主要有三招 第一招就是我们透过全家便利商店的 所有的4200多家店里面的 这种影音多媒体系统 包括我们的一个电视的萤幕 包括我们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广播 然后来把这样的一个贴近消费者 生活的一些诈骗情境来播放 来教育提醒消费者防范的意思 那第二个我们也会把这样的一个信息 透过我们全家的APP 尤其是我们会员 有1650万个会员的APP里面 去做推播去做提醒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会教育训练我们的店员 尤其是消费者到店里面去的时候 它的一个比较异常的一个状况 那多一份关心提醒 你要注意哦 是不是诈骗 是不是你买的包裹 是不是你 那这样多一份关心 就可以少一份诈骗 那其次就是刚刚提到的 我们有全家放心取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未来即使你收到这种幽灵包裹 那如果不是你买的 然后你可以透过全家的这样的一个线上的一个渠道 然后去申请退货 把这个包裹退回去 然后就可以让消费者即使被拿到这样的一个幽灵包裹之后 还有一个补救的一个措施跟管道 那当然在这边还是要呼吁 我们所有的民众 全民反诈骗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加油 根据内政部统计 2022诈骗案件近三万件 财损金额更是逼近70亿元 便利商店因为据点密集 容易成为诈骗世界媒介 像是民众在商店会遇到代码缴费 领取包裹或点数购买 这些都是不效人士常会用到的诈骗形态 但现在就有业者积极阻诈 且不同遗忘 民众需要自己联络防诈相关单位 现在店员可以主动帮忙联络 并且协助退货 在APP上也有争议包裹退货申请平台 轻松操作 消费者他收到了诈骗包裹之后 那他希望就是去做到退费的话 你现在的这一个 全家放心处的平台里面 可以线上一键去做退货申请 那在这里的话 就会就是阅读条款之后那同意 那你只要去输入你的托运的单号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就可以了 现在我到店铺去领包裹 那店员都会再多就是提醒说 这个是不是你的包裹 或者是非卖家 或者是这个厂商就是名字比较特别 他都会另外提醒 我觉得还蛮贴心的 我会在就是网购平台上面 那就是他会选择说可以到哪家 就是便利商店 他其实APP上面也可以看到 我的包裹有没有到店 那我可以第一步就可以先做到 确认说我的包裹是不是 真的已经到店铺 是不是诈骗这样子 假如说遇到诈骗 以前都还要自己去联动相关的日益 然后联动说我要进行退货 那现在可以到平台上面去进行退货 还蛮方便的 那除了钱价以外 当然其他的包括金融机构 我们每一个金融机构 都有相关的一个合作的一个 这个工作都在进行中 包括了如何去关怀提问 来挡住这个被害的这个金钱 那其他的超商部分 我警察署也会陆续跟他们来商谈合作 我想最常见的取货诈骗 有像包裹 幽灵包裹是最常见的 刚影片所呈现出来的 没有订购 结果收到这个包裹 那显然就是幽灵包裹 也就是诈骗的一个包裹 从一页四的广告 或者是随意的寄送的包裹 来诈起民众的款项 那这透过全家的从业人员的一个 一分警截 一分提醒我们取领包裹的民众 那就可以组诈骗 提醒民众来放诈骗 若遇到疑似诈骗包裹 且物流厂商为商店合作伙伴 只要简单步骤 就可以完成退货 消费者还可以清楚掌握进度 不需苦等物流厂商联系退货 缓解消费者的不安 给予实际帮助 记者问句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北偶戏馆 馆藏丰富 松山区公所与台北偶戏馆 特别邀请松山健康促进会议 里长及社区大学的学员 参观三出光日雨夜 悬丝傀儡特展 让民众认识台湾的偶戏文化 台北偶戏馆馆馆长蔡依卫 详细地为参观民众解说 悬丝傀儡借由戏偶身上 十六到三十多条的线操控 展现栩栩如生的演出 而台湾承袭全州与张州系统 戏偶结构与演出场合略有差异 经过导览解说 让民众认识台湾的偶戏文化 全州跟张州不一样 全州呢 它的身体里面的结构 是用竹子编成上下半段 所以它的身体的扭转 就可以靠下面这个下腹的竹面 来做移动 我觉得很有趣的部分 就是它的手臂 是用报纸卷成一个直筒状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 在了解这个戏偶的过程中 可以猜测 推测出这个戏偶的 什么时候做的 因为这些偶是从全州过来的 所以我们在爬出过程 有一些里面还写的毛泽东 所以可以看到 有一些偶真的蛮久的 所以它的手臂是直卷的 它的脚呢 它的腿的部分是 比较旧的偶是用麻绳 那比较近代是用毛 就是棉子的布料 来做成一种麻绳边法 我们每年会有两档特展 然后这个特展的概念就是 有一档就是希望把偶系管 弯起来的这些细偶 被大家看到 然后去帮它做一些整理 简单的修复 让大家可以看到 那如果你等一下进去看 我们其实 第一个我们没有 坦白说就是偶管的预算 不是那么高 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经费 去挖很多的木座 或者是什么压克力 什么柜子 和其他经费的有限 这个是一点 然后第二点 我们希望说 跟观众的距离可以近一点 所以我们不是所有的 典藏品都把它封起来 所以观众其实是可以 直接看到它的 我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 可以跟 比较近距离的接触 那今天特别 这个办托馆长 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也希望大家在社区里面 如果之后呢 有什么需要的话 也可以常常来这个馆里面 因为我觉得是很有心 馆长来做这样子一个传承 松山区长游竹萍表示 台北偶戏馆是 新意松烟无为常博物馆的一环 馆藏丰富 除了每年两档特展外 还以多媒体互动展出方式 介绍各国相关偶戏内容 值得市民朋友与家人朋友 来此探索欣赏 特展展自11月26日 欢迎大家前往参观 走入悬丝傀儡的奇幻世界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 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徒刑 给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合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合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合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近日特地到基隆 与党籍的市议员及市党部的干部们 举行了座谈 了解金融地方问题 也争取支持 立委候选人林佩祥表示 基隆到双北工作的通勤组 已经超过了11万人 如果他当选立委 优先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要改善通勤国道客运交通 侯友宜动算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也是新北市长侯友宜和基隆市长谢国良 以及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佩祥 带领党籍基隆市议员 以及基隆市党部干部们高喊动算 团结一心就总统及立委大选战斗位置 林佩祥 宗船 侯友宜近日特地到基隆 在基隆市长谢国良陪同下 和党籍市议员 以及基隆市党部干部们举行座谈 了解基隆地方问题 也争取同志和基隆市民的支持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佩祥表示 基隆到双北工作的通勤组 已经超过11万人 如果他当选立委改善通勤交通是他最优先想解决的问题 也希望侯友宜当选总统后能够协助改善 今年初比兴正式在新北台北上班的基隆人 已经破了11万 这就表示说我们基隆市的就业人口严重外流 那基隆市的通勤组严格讲起来 不是所谓的朝九晚五 而是朝六晚八 也就是早上六点就要出去 我跟国良说我们都去看过他们怎么上班的 晚上八点才能回到家 这是平均的时间 所以等于是每天无常的加班三个小时以上 所以在如果配奖这次最主要 与其说很多道路说 我自己真正想做也想过来说 是侯市长变成郭总统的时候 我要请麻烦侯总统在这边 要帮我们基隆人想说 怎么样让我们在地的就业机会能够多一点 让我们基隆人不要再去 不是说在台北上能够不好 只是说能够多一点时间陪爸妈在在地上班 这对我们没有报复 那如果在未来 那我们如果只要我们这些通勤的好朋友 每天能够去找15分钟到公司 然后回来的时候找15分钟回到家 要省半个小时就好 那这一点国道客运 到国道客运的修法 到国道客运班式的不足 到目前客运公司司机 司机的待遇的不足 这些都是我们现在马上要改善的 另外林沛祥也希望侯友宜 当选总统后 可以给海港城市的基隆更多资源 协助基隆市长谢国梁 好好施政建设基隆 增加就业机会 国梁巧克服米南为吹啊 老实讲 基隆市经费严重不足 可是基隆市的人士 对固定成本那么高 那基隆市又发展的老城市 那能不能说 国市长如果上任之后 我们好好来聊一聊 我们来调整一下 怎么样帮基隆市 帮新北市 甚至这些海港城市 台湾是一个海洋立国的国家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对这些港都城市 从来没有想过说 这些港口 我们这些生活在港都的人 我们承受了多少的港口的营运成本 是不是在于什么理由之下 什么方法之下 可以对我们这些港部城市的人好一点 这是我现在刚好 国市长来了 国市长可能会变总统 所以我必须提出来 可是未来中央 不管怎么样 如果配翔能进中央 这是配翔最想做的一件事 基隆人需要更多中央的关怀 而基隆市政府需要更多中央的奥援 那国良想做是帮基隆的工作人口 让他们留在基隆上班 让他们过好日子 不是只有点缀而已 侯友宜强调 他会和林佩祥一起并肩作战 林佩祥的议题就是他的议题 林佩祥这次要成立 我们电外团队并肩作战 他的议题 我们一起共同分析 我们要解决的是从中央的立委 中央的政府到立委 大家心灵心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里就要借这个机会的 拜托议员 拜托被基层的所有的市民好朋友们 能够跟我们同心一起立 但是最终的还是我们自己 能够用从发现让他们认识回来 觉得我里头有名 我会不断 才是未来的选项 这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教育处推出海陆之间 海岸水运活动体验 这项地方永续海岸计划 预计将造福基隆2000人次的师生搭船出海 体验各项海域活动 一块来感受海洋魅力与海洋教育 亲身体验海域活动 进而推动海洋教育 近60位老师搭船出航 近距离观察海岸地形 101高地 朝近公园 酋长岩 橡皮岩 研究地质地貌外 还融入艺术美景 夕阳余晖下的海洋 像黄金般的发亮 日落后进入重头戏 夜钓体验展开 海域生态究竟有多丰富呢 才刚把鱼杆入水 就钓起闪闪发亮的白带鱼 一般玩的时候都是白带鱼大摇 白带鱼最近才陆陆续续过来 再来个青鱼独家鱼 它每个钓点大概都是不太一样 跟着厉害的钓手选择钓点 钓耳及使用钓具的技巧 它跟钓章不一样是 它前面的棋很长 很长这个就是钓 短短的就是钓章 小心钓子以外 还要小心它的牙齿 你看我们刚刚的线 你看这钓子 这个就是这样一画 然后钓子马上不见 跟我一般市面上 市场上的不一样 有没有看到 特别银色不是白色 我今天已经钓 四条白带鱼了 这次活动不仅让救师们 近距离感受到海洋的美丽 更能深入了解海洋生态 透过这个计划把基隆最美的海岸风景 跟海岸经济介绍给我们的老师 可以让小朋友可以从海上看基隆 看我们美丽的基隆海岸线 是多么的美丽 在不同的时间早上黄昏下午 都可以更加爱护我们的家乡 由爱城市就从海岸开始 这次活动不仅让救师们 近距离感受到海洋的美丽 更能深入了解海洋生态 海岸地形地质 进而将永续海洋的海洋教育理念 向下传承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基隆市中山热林学习中心 在暑假期间推出基隆西岸的 图文师小印画祖孙贡学下令营 以美食为媒介 将这些故事化为人偶 以定格动画的风式呈现 中山区流浪头以前有多繁华呢 小朋友跟着爷爷奶奶走毒踏查 从美食 山洞 游局 感受之前种族融合的多元与风华 这个游局 五六十年 是基隆最古老的游局之一 来到中山国小校门口 虽然楼梯宽度被砍一半 但仍然保留原有的校门 展现八十六年的历史风华 中山国小赞 美食最能串起情感 回到中山国小 进入山中好时光 林林华主厨教祖孙 烹饪香浓的咖喱炒乌龙 我在我的沙茶里 我的咖喱里面呢 其实我放了两种不同的咖喱 一个是印度咖喱跟南洋咖喱 我两个结合在一起以后 其实它的味道就是香气就会十足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吃其实是非常的美味又健康 让孩子知道原来这样子也可以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还有从石花菜变成石花丼的方法 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吃尽满满的幸福 祖孙两个人很难得有这个机会来这边参加这个活动 吃这个在地的美食 而且都是大师傅自己煮的 祖孙弄写干 与爷爷奶奶共谱的美食记忆当然要留下 融入美学与科技 祖孙们在老师的教导下 撰写脚本画出人偶 以分镜的概念拍出定格动画 80岁的奶奶首度配音与做动画 眼神闪闪发亮 很好吃的 做人不要说录音与做这个节目 我最爱这样参加 我吃了80岁第一次 也有小朋友 他其实爷爷奶奶也不在身边了 那透过这样的活动 他可以感受到那种爷爷奶奶的温暖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世代共荣 必须要共学 透过这样的一个共学方式 找回过去的那种敬老尊贤的那种回忆 也是必须要一种传承下去 透过走毒踏茶 在创作与记录的祖孙共学活动 让孩子们在学习中找到乐趣 与祖辈一起体验成长并共享温馨的时光 共创美好的回忆 冲三热临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市长谢国良宣布落实干净家园的新措施 10月1号起乱丢垃圾 财罚金额从2400元提高到3600元 产业道路上叫车驾驶下车 从后车厢拿出一包垃圾 随意就往路边放 丢一包还不够 继续再丢第二包 像这样随意乱丢垃圾情况 严重影响是从观瞻之外 也让外线市游客留下负面印象 有很多就是对于很多乱丢垃圾 会造成城市的负担 会造成民众的负担 会造成观光客的嫌恶感 有很多的声音 那我想乱丢垃圾的民众是极少数的 可是他们却会造成这个城市 大多数人跟整体环境的负担 市长谢国良上任之后 推动干净家园 顺布从10月1号开始 乱丢垃圾裁罚金额 从2400提高到3600元 检举奖金也从实收罚还50% 提高到75% 我们从10月1号开始 我们会将基隆的垃圾罚还的罚金 提升到从3600元起跳 并且对于检举人 检举乱丢垃圾的情况 我们会提供75%的检举奖金 那当然我相信这一定是台湾国内 现在相对比较高的一个罚还跟检举奖金 其实本府要重申我们的立场 我们并不想要这些罚金 我们也并不想要把这些罚金当作是市府市库的收入 我们只想要一个干净的城市 我觉得今天提这个政策出来 或许有人会批评 那市府可能也会哀骂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让基隆变成一个干干净净的城市 不许是我们自己住在这个家园内 或者是观光客 游轮旅客来到基隆玩 能够享受一个干净舒适的一个城市观光环境 这样做我们认为还是非常值得的 我们又把这个城市把它当作家 把市民当作家人 所以这个动作其实无非也只是在跟在座的各位 跟自己的家人讲 我们把自己的家里打扫干净好不好 此外为了简化民众检举流程 环保局成立了Lite Ad平台 只要加入并且提供检举的相关资讯 环保局人员就可以处理 这个的名字是我们基隆市环境保护区 废管科民众检举专区 提供检举人的姓名 身份证字号 出生年月日 联络电话 地址 同时呢 上传要检举的照片 以及影片到我们的Line对话框 那我们在这个对话框当中 都会有环保局的同仁 来及时的跟各位民众做回复 那如果收到我们同仁的回复 确认我们的检举 各项的这个需要准备的资料 都完备以后 我们就会完成这个检举 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 会有这样子的环境 主要也是便利各位民众 在针对今天基隆市的 环境脏乱的部分 如果有需要带加强的地方 也很欢迎各位民众 透过Line Ad 来向环保局进行通报 同步调告罚金和检举奖金 谢伟良说 虽然会遇到民众反弹 但为了维护干净家园 就算被骂都要做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